台塑六青是否造成了空气污染 是环保署六青总体检研讨会今天的议程焦点 有学者的调查结果发现 六青附近空气当中的臭氧浓度的确是明显增加 而迦南地区的情况比云林跟彰化还要更严重 整个影响范围涵盖了六个县市 台塑六青总体检第二天 关注焦点就是邻近居民深受其害的空气污染问题 学者研究报告指出 六青建厂后对臭氧浓度影响最大 而空气污染不只影响云林彰化两线 甚至连嘉义台南县市都省受其害 甚至情况更严重 此外检测也发现空气中二氧化硫 也常常出现暴增的现象 附近的这个SO2会高 那当然跟他们六青的某些制程 突然比如说清洗或是中断 或是发生意外有关系 这个台塑的人应该都非常清楚 尽管抽氧浓度在附近的乡镇 平均提升了3%以上 但学者也表示 则没有直接证据证实空气污染 就是六青造成 让余晖的云林县政府大表不满 这一些空气品质的一个变化 是不是跟台塑六青卖了这个园区的一个运转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其实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 六青周遭那个民众的一个实际感受上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虽然说符合空气品质标准 可是相亲的感受是非常不好的 对于于林县政府的质疑 学者认为尽管无法证实空气污染来源就是六青 但是污染及致癌率的部分 攸关居民的健康 建议中央应该重新检讨 并订定针对石化产业的空气品质检测 主要做出严密的管控 也要采取更严格的